市售草莓顏色鮮豔 香其誘人 让人忍不住想买回家品尝 坊间一直传言草莓有农药残留问题 因此消息会针对国产和日本韩国进口草莓进行抽验 在12间样品中 共有6件农药残留容许量不符合规定 不合格率高达5成 因为日本那边捡出来最多是7种 那台湾捡出来最少是7种 最多是17种 所以我们推荐是除了减量之外 是不是也要减累 就是减少类别 草莓因为香气和甜度容易引来并从咬食 农民为了确保收成都会轮替使用不同农药 造成农药残留问题 其中有摊贩标榜有机草莓 却验出农药已经明显违法 另外日本进口的草莓 同样减出不得使用的农药 隐藏食安危机 你这边卖号称有机 但是没有这个标章 照我们的这个管理办法 也是要处罚的 违规使用不得使用的这些农药呢 按照我们的食安法15条的规定 是可以处6万以上 严重时候可以在2亿元以下的这样的罚款 草莓农药残留问题严重 消极会呼吁政府要做好境外管制 以及后端市场抽验 消费者买回家最好要重复清洗 才不会把多余的农药吃下肚 造成身体负担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道